三一厢茶农黄紫辰从2021年开始以自家黄济制茶厂所生产的凤梨香红玉红茶 参加有食品鉴米吉林之称的比利时ITQI国际风味品质评鉴 荣获风味绝佳奖章最高等级三颗星的殊荣 连续三年获得三颗星的肯定晋升为荣誉水晶奖章 县长林姿庙、三一厢长李志勇跟三星地区农会 特别斑扁肯定感谢他让宜兰好茶站上世界舞台 新年农民黄紫辰赞 这联系三年2021、2022、2023都得到了三星奖 这非常感谢资产 不但把茶做得真好也真友好 也爸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认真努力的把这个茶的文化推广 然后呢 感谢我们的农会 感谢公所 管政府专业的支持 可以对子晨的肯定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一方面感谢一方面肯定 一方面对它欲落 也希望这些乡亲事业 大家都可以来买 这次去比利时来比赛 真的不简单 可以为宜兰 为国家争光 感谢他 看到黄紫辰和你勇心 我们工作除了专业来支持配合以外 我们也希望 还有很多乡亲来到三星奖的时候 可以选到全世界已经认证三年 最后的好专业的这些乡亲 比利时的 它的联业到三年的金牌之后 就变成水晶奖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共许以外 未来的工作 对乡亲提供给我们 绝对国家用心用力 来支持我们这些地狼 希望未来乡亲也可以变成 我们三星另外一个 很出名的一个敌策 在联业三年里面 对到三星奖 三星地区农会 辅党一 我们也余有荣言 不管是行销方面 还是制造方面 包括我们公所和管理政府 我们都会去专业给他们盗三角 青年农民黄紫辰 出口比赛三星奖赞 茶农黄紫辰表示 获奖的凤梨香红玉 是用台茶18号制作 过去为了种出好品质的红茶 下了很多功夫 也历经了层层考验 最后凭着技术的精进 跟不服输的精神 获得国际肯定 一路走来黄紫辰最感谢自己的爸爸 因为有他的支持跟打下的基础 才可以有今日的成就 其实去年在台湾的气候条件来讲 没有很好 就是大部分都是汉气 但是我克服了天气条件 加上我爸的跟我的配合 所以我们这次可以拿到米其林三颗心 连续三年来讲 其实我有点小小的惊讶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三星奖 对我来讲 应该是 这个奖应该是给我爸 因为他帮我很多 也是因为他帮我做茶 所以这个奖上是给我爸 因为也是我爸 他默默的在我后面支持 所以这个奖真的是我爸他的重要 真的好开心 也有广长跟我们公所 行长龙飞山跟我们支持 其实很感恩 其实我也很感恩 我们的后生跟我们的媳妇 其实有他们两个在打拼 今天才会有这个成就 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到穿以前了 没有到穿 他们现在少年太好 所以我们的媳妇也很厉害 今天有我们的媳妇 可以说是中国人好远 让我们支持这个媳妇 身为制茶第二代的黄子诚 在2009年接手父亲黄仁来的 黄继制茶厂后 跟太太方言廷创立了 宜宏茶院品牌 也努力在风味上研发创新 透过比利时ITQI 国际风味品质评鉴的肯定 不仅证明他精湛的制茶技术 也让三星的好茶 站向世界舞台持续发光发热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